我跟她在一起有两年了 然后我也是一直在宠着她 惯着她 其实每次吵架我不是想真的跟她吵架 我每次跟她吵架其实就是想证明她特别在乎我 但是我感觉她越来越过分 越来越变本加厉 一点都不知道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这一次吵架我真的不想再哄她了 然后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用我的真心话 跟我的实际行动来告诉她我爱她 然后我想挽留一下我们这段感情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赵二十四岁来自西安店长 女嘉宾小于二十二岁来自吉林活动策划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我看小片里说这次不哄了是吧 是的 为啥吵为啥不哄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一阵 才从西藏那边旅游完回来 然后当时不是那边是高原下来有高反 她全程身体也不太舒服一直在照顾她 然后我自己也有一点 所以就是回到西安机场的时候特别累 当时我就拿着行李车推行李 她就非说是让我推着她走 我当时特别无奈我就给她说 你自己走吧好不好 就是她一听这话 转身出了后继大厅打了个车就走了 那车上坐你这么 其实就是想撒一下娇嘛 然后她就态度特别特别冷淡 然后我可能就比较生气 我就转身就走了 走了之后她也没哄我 她以前就是都会哄我嘛 然后可能我知道我比较过分 然后我就给她发微信她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去他们店里找她 对我态度就特别特别冷淡 然后这种情况下 跟我冷战了能有一个来月吧 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所以今天你来这儿了 对 我猜你应该挺惯着她的 是的 那你惯就一直往下惯嘛 你干嘛惯到一半惯成公主了 你说你不是公主了 那是哪行啊对不对 因为这次我当时回来 我确实也很不舒服 当时我越想也越生气 你也别这么给我解释了 评价一下你女朋友 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吧特别爱玩 爱玩没什么呀 年轻人都爱玩啊 太爱玩了特别爱打麻将 每天下班就去打 爱玩麻将 还爱玩什么呀 电脑游戏 什么时候打呀 她基本就是麻将游戏 麻将游戏 说游戏的话 一个这个还有一次 我们当时也是 我们店里面淡季的时候 我就说是 选色跟她出去玩 本来说好了都 结果她临出发前 突然就告诉我说 她有一朋友 我在汉中 她想去找她朋友一趟 我说咱们一块过去 到时候直接从汉中走 当时到汉中都中午了 中午之后她就说 那你先找一地儿 待着完了我去见我朋友 因为她说她朋友 也是个单身 说是我去了也挺尴尬 挺不方便 怎么样 男的女的 她跟我说是女的 我说那行妹 我就找了一个酒店 一直到下午她没回来 然后我发一信 打电话也不咋回 一直到半夜 醉醺醺醺回来了 就那天 确实是跟网友见面了 那个网友是怎么回事 就是一大堆人 我们当时玩 那个天龙八部 然后有个工会 那天就是工会聚会 十几个人吧 坐在一起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 她就两分钟一条微信 三分钟一个电话 就一直问 你干嘛呢 你在哪儿啊 你跟谁啊 她就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 那大家都在那吃饭 我总不能不停看手机吧 然后我就把手机给静音了 我真的觉得 她这种事 就是管我特别夸 就是我跟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就只要是出去的话 她一定会 不停地在问干嘛 就是能跟着 她一定会跟着 对 谢谢大家